嗯 大家好 呃 由於我們上次上課齁 我們的那個立體舞 喔 有 在上課的時候有看錯嘛 對不對 在第二還是第三小題的時候 好像有比物 所以呢 小弟齁 有見於大家可能上課聽得比較 沒有那麼清楚 所以呢 我們就乾脆怎麼樣 花一點點時間 然後把它重新再幫各位梳理一遍 那上次上課是用比較正面的做法 去做第二小題 所以這次我們換一個方式喔 用反面 因為我們後來發現喔 呃 用反面可能會比正面還要來的容易理解 因為它的第二小題喔 我們看一下好了 它是至少有一張是紅心 啊 當然至少我們通常都是用code 通常都是用code 好 那我們 來 總統寫一支吧 他說兩張都是紅心的機率 那第一小題是非常非常簡單的 應該沒什麼問題 我們直接寫 呃 首先 今天 我們的total 我們全部的方法數是什麼 我們全部的方法數是什麼 52張復刻牌 任取兩張 所以就是c52 取2 對吧 好 這就是我們的分母 那它的分子部分 第一小題 就是從什麼 從13張的紅色牌裡面 這樣 任選兩張出來 然後當它的分子 那這個13其實取得還蠻簡單的 你可以把它思考成什麼 你知道嗎 可以用我們以前取復刻牌的習慣 先取點數後取花色 這是可以的 那你也可以更直觀地想成是 總共就是有13張的紅心牌 然後我任選兩張 這樣可以嗎 所以 就是c52 取2 好吧 那我們乾脆想直觀一點好了 就是13張紅心牌裡面 任取兩張 但如果你分成兩個階段去思考的話 那最後可能有個乘以1的動作 就代表我的花色是要紅心 好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 它說呢 至少有一張紅心的機率是多少 那我們就這樣子寫吧 用全部的機率1 去減掉什麼 接沒有紅心 對吧 至少有一個紅心 有可能兩張 有可能一張 那它的反面就是什麼 一個紅心都沒有 我們把它扣掉就好了 紅心 那這一題就變得 減壞了很多 那是寫什麼呢 就是1-C52取2 那它的分子 我們看一下 沒有紅心的牌 我們用第一小題的思維去思考 沒有紅心就有可能是什麼 黑桃梅花方塊 那大家都知道複刻牌有三個點數 黑桃梅花方塊有三個花色 所以總共就是什麼 從剩下的39張牌裡面 任取兩張 可以嗎 好不好 好 那就畫一下好了 黑桃 呃 畫錯了 方塊 以及梅花 任選兩張牌出來就可以了 好不好 非常簡單 好 再來我們緊接著來看一下這個第三題 那第三題是比較需要去分析的 因為它題目也比較複雜 它說什麼呢 有出現紅心 且也有出現兩點的機率 且呢 就是我們同時發生的狀況 那 那 這個如果你用反面去扣 也不是不行 但是 不會比正面來的簡單 那乾脆我們就怎樣 就直接平排指數去思考就可以了 那看到這句話 它說 有出現紅心 的花色 那 這個就是一個 分水嶺 因為它有可能是一張 也可能是兩張 就像我們第二小題一開始想討論的那個一樣嘛 對不對 好 所以 我們先Cast by Cast喔 假如是兩個紅色好了 畫出來 好 這次我直接畫圖給你看喔 好 然後 分成兩個 那可能兩張紅 或者是什麼 一張紅 或者是一張其他花色 好 我寫其他 這樣可以嗎 大致上是分成這兩類 可以嗎 好 那第一個 因為它有說要出現兩點 那勢必如果你是第一個兩張紅的話 一定有一張是什麼 內選的 紅桃二 對吧 就是愛心二的意思 那 所以我們的方法術 我們先討論方法 最後再算它的分母 反正分母都是一樣的 所以是一乘上 十二 然後取一 這個是什麼 剩下的紅心嘛 這就是我們上次寫的 好 這次再把它講一次 然後這裡的 第二種取法是什麼 紅心跟其他 對吧 紅心跟其他 那 這裡齁 就是心思比較心意的朋友 應該有想到 為什麼我們上次要分成三個CAS去討論 因為紅心啊 在這邊 有可能怎樣 是2 也有可能是什麼 其他花色出現了2 對不對 所以呢 這也有兩種情況要去討論 讓我畫一下 為了避免不重複 所以我這裡會刻意 就是討論的時候把它避開 好 這是紅色 這是其他 好 那我們開始囉 第一個我們先讓什麼 紅心這裡是2 那其他指的就是其他花色 對不對 那它就不會跟我們的 第一項的地方重複 因為第一項這裡是紅心 可以吧 好 那 開始囉 那已經確定第一章是紅心了 所以它的方法數自然就是1 那其他呢 其實它其實很簡單 我們上次用正面去一個一個數 有點複雜 那我們也是用什麼 第一題的思維去思考就好了 我是用第二題的思維 就怎樣 剩下的沒有紅心的牌 是不是就是39張 對吧 你隨便選一張 是不是都可以 如果老師 那如果我選到它是2怎麼辦 它是2怎麼辦 沒差也符合嘛 對不對 反正只要出現2 它又沒有說幾個2 對不對 所以本來就一個2或兩個2的情況 好不好 可以嗎 那這就是第二個寫法 那再來 下一個你就要特別注意囉 因為我們在這邊 是有機會出現一個2 然後另外一個 非紅心的也這樣 也出現2 所以這裡 我們這裡討論怎樣 其他如果出現2的話 那這邊就怎樣 紅心就不能再有2 好 我把它寫在格子裡好了 就是紅心的部分 我們這裡討論非2 聽到我講什麼嗎 因為如果今天這是2 然後你這裡也可能出現2 那是不是就可能會 與上面重複了 那還要扣掉 就有點麻煩 所以刻意避開 就討論非2的情況 OK吧 那第一個 我們從紅心態的討論 排除掉2 還剩下12張牌 對 C12取1 那乘上 同學 其他的牌 這好醜 其他的花色 然後有2 就無非就是什麼 方塊 梅花 黑桃 2 所以有幾種 是不是3種 可以接受嗎 C3取1 就是方塊 梅花 以及黑桃的2 好 所以就有3個好不好 那之後呢 我們把這3個CAS 所有情況 我們把它加總起來 就變成什麼 12加39 再加上 12乘3 36 我們再這樣 除以52取2 這樣子可以嗎 好不好 因為我們上次這邊 講的比較 比較亂啦 而且 第二題 第二題那個時候 小弟眼禪 看錯題目 所以我們就 藉由這個 0乘1點35分 的時候 我們來稍微幫各位解一下這個數學題 好不好 希望各位有所說的 好 就到這邊